哈囉大家好我是拉斯 希望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還有Discord 然後今天2月7號在天地節優辰再領的光芳 光芳 介紹了新的另外一個英靈 這張圖片的英靈是希哥 我還以為是成癮了 對不起在這邊跟大家道個歉 我拆成成癮 誰叫他那麼多蝴蝶 我就會覺得是成癮嗎 結果他真的是 希哥真的是改了最多最多的一隻了 你看看他這個圖片 這個胸 這個臉 你跟我說他哪裡像希哥了 到底哪裡像 曹沁 曹沁我覺得是沒有差最多的 曹沁我覺得還好 可是希哥真的差太多了 春藍就算了 希哥真的差太多 連武器的方式都不一樣了 ok好對不起我錯了 想不到 身旁有狐獵的 除了成癮以外 還有希哥呢 ok 好那希哥是四象門的那個 門主的女兒 但是他 他應該不知道四象門之前的掌門 就是他爹做了什麼事情 在主線劇情的時候 應該大家都知道 好那 這邊講一下希哥人物介紹的部分 好來等一下 好那看一下 他 他自己是希望的 希望的未來的目標 是路線不平 然後把刀相助 撤馬江湖 心俠仗義 就有點像 就是他崇拜林月如的那種感覺 月如其實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這樣子 好 好 然後希哥不想要在爹的庇護下 待一輩子 然後這邊是他的 這個人物的PV 真的改太多了 好說到目前的四象門 就是 呃曾經我風光過的中門 跟Tention門一樣 就是在手遊的主線裡面 我看一下 然後 由於希哥的DX的 宗族之位也是 也多的是風言風語 怎麼 用兩次風言風語 OK 然後從小是四象門長大的希哥 可是 可不是什麼都不懂 然後 知事故而不事故 大概是 對他最好的邪照 不過啊 希哥還是 新的四象門 新他DX 我們來看那個動畫 這動畫做的 太精緻了吧 看起來就是 暗屬性的御風 我覺得 應該是暗屬性的御風吧 他原本就是暗屬性的御風 好 再來 未來路 有人說他DX 同外賊勾結 犯了天下大忌 練屍鬼 然後 希哥有去探查這件事情 之後 四象門於他誰是褲 呃 四象門於他是褲鳥的溫巢 並沒有傷害過他半分 他爹但他是如此 他近期是理所叮噹 可除了他呢 要他大義面親或是四而不見嗎 欸 不知道這次 出希哥跟春蘭 不知道有沒有他們的活動劇情的內容 我覺得應該有 我覺得應該有 好 目前 喔就這樣子喔 好這邊有他的那個模組 有看到嗎 看起來就是暗屬性御風吧 蠻明顯的 好啦 希望他的技能可以為之以量 因為暗屬性的御風 有誰啊 有誰 有人嗎 有暗屬性的御風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我現在想不到我誰 我一直想到是青蘿 他是誰屬性的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明天會不會公告希哥的那個技能的部分 希望他是很強勢的角色 也希望就是本週 本週會更新就是希哥跟春蘭的 呃 卡斯以及他們的活動劇情喔 好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還有Discord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喔 祝大家開工 開工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晚安 掰掰